很多宿保老师问茉莉怎么修剪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 老花依也养了一批茉莉 这个是大花的茉莉 也叫菊花茉莉 我们也喊它茉莉王嘛 就是开花会比较大 很多花友说老花依具体怎么修剪 首先你要了解 茉莉它有藤性 什么叫藤性呢 就是会长得很高 它会爬藤 它有那种藤性 咱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它过分的高就OK了 因为咱们要求的是开花多 因为茉莉它是在顶端开花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两根枝条 它只会在两个顶端 也就是开大概六七朵那个样子 因为一个上面就开个三四朵那个样 你看咱们要做的就是给它修剪 我们之前是在大概这个位置剪了一刀 你看现在长出来三四个芽子 现在我们也该修剪了 也就是我们修剪的时候 反正很简单 你就记住一句话 只要下面有芽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什么叫芽点呢 就是能发芽的点 你不知道芽点的话 你又看下面只要有叶片 上面你就随便剪就行了 明白了吗 大概剪成这样 它还会长 还会再分枝 你剪一刀它会分两个枝 我就剪几个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 我就把这个很高的剪掉 这个你看它就一枝 那我们就稍微给这种剪一剪 这个就稍微打顶就行了 落剪 看到没 这个就稍微剪 看到没 这个也是打顶 这个 这个也是这样剪 看到没 我就不相信你学不会 我叫你看这么多 那我慢下来 今天这一根很长 咱们把它剪短 这个呢 咱们就给它适当的做一下打顶 看到没 可以不剪也可以打顶 那这个呢 就一枝独秀了对吧 咱们就这样剪 看到没 因为植物还有一个东西 它叫顶端优势 你看这个它分侧芽就分的比较好 那这个呢 那我们也要剪一下 这个呢 慢慢的就长满了 长满了圆润起来就好看了 以后呢 如果说上面开的全是花 花尔眉都喜欢这种棒棒糖型的 也就是这种感觉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留长一些 我说的不是绝对 这个是为了好看美观才这么剪的 看到没 看到没 就像留发型一样 对吧 这个呢 就从这剪 这个头剪 就是一个吧 这样你学会剪了吗 看了这么多 有话说 这都是小苗 我有大苗 我给你拿几个大苗剪一下 给你看看 你看这个就是大苗的 这个我们剪的时候 就相对来说简单的多了 你就可以随便剪了 我给你不是交给你吗 只要下面有叶子上面 你就随便剪 也就是为了顺口溜通顺一些 只要下面有芽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就别让它过分的高 植物它有顶端优势 你打破它的顶端优势 让它长侧芽 这样头多了 这开的花就多 明白了吗 最后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有的话说 老花一 为什么我那一个茉莉 你看 下面好多的都干枯了 都死掉了 这样子那样子的 所以你要明白 你看 你不修剪 这个是焊过头了 茉莉还有一个事 就是焊过头 焊过头之后 它很不容易反应过来 所以这画门也要盖它这个点 懂这个事吗 这个就焊过头了 这个书与管理 就这一盆 它正好靠到边边上 浇水的时候没浇到它 其他的这种就没事了 就可以随便剪了 随便剪 没剪下来都可以千叉 玩嘛 越剪越多 越剪越圆韵 这样你学会了吧 这个修剪够详细了吧 给你做了那么多 就是为了好看 下面那种叶子 你嫌的脏的 那种干了的 你就给它揪掉 时间长了 在里边也是滋成病害 下面冲透一些 别的没什么了 就这么简单 墨里的修剪 也没什么难的 就跟人理发一样 你只要下面有牙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学会了吧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华一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华一 养花最在一 白了抽包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嘿